还没有订阅的记得订阅哦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哟 这集视频乔治妈妈来到了吉隆坡的百威年 这人潮虽然和疫情前不能比 但在疫情下算相当多了 除了马来西亚 全球很多国家选择躺平 宣布取消所有新冠防疫限制措施 包括邻国新加坡在内的很多国家 也将新冠转为地方流行病 东南亚各国面对疫情的现状 意识到难以做到清零 于是不得不重新开放经济 进来里面了 这里下面是中枢节的布置 门口很多人排队是因为要做SOP 进来里面其实还好 人也不是很多 下面买月饼的人也不是很多 马来西亚在试着抑制新冠病毒传播和复苏经济之间 取得平衡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也开始互相效仿 与冠病共存 这个商场呢最主要是做游客 还有奢侈品的 可以看得出疫情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跟乔治妈妈之前去拍的几个商场差别都挺大的 尽管雪兰鹅吉隆坡的疫苗接种率现已超过80% 但自从放宽防疫限制后 每日病例仍然保持五位数 目前全球仍有数十亿人口尚未接种疫苗 而随着各国经济重新开放 可以预想到未来几个月会有更多公众场所爆发更多 特资妈妈现在来到了下面的一楼 他们的最下面的一层 以前这里可是示范人最多的 也是很多档头倒闭了 这个呢是大时代这里 以前特资妈妈在马来西亚读MASK和MBA的时候 有一些课就是在KL这边上的 中午都是来这里解决的 疫情影响挺大的 卖果汁的人还挺多的 卖面包的也是一如既往的货 有专家认为在全球新冠疫情结束之前 几乎所有人都将受到感染 甚至少数运气差的人还可能被感染不止一次 一旦全球90%至95%的人口因接种疫苗或先前感染 在大家都具有一定程度免疫力后 疫情才有望被抑制 对于确诊清零还是与新冠共存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 本集视频由低机吞沃赞助 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越来越多 工作会议上网课刷具都离不开手机 这次乔治妈妈给大家介绍一个超划算的配套 只需要50令吉就可以拥有89GB上网和无线打电话 还有60令吉的配套 有109GB上网和无线打电话 当然啦 还有80令吉的配套 拥有150GB的上网和无线打电话 你们可以选择申请把现在的号码转来低机 也可以购买新的号码 如果你家的WiFi很慢 也不用担心 可以购买插入SIM卡的Modem 然后插入我们的电话卡 再加上网课看电影都不会有问题啦 每个月充值方面也是超级简单的 可以用你的网银或者他券GoBoots等软件 在网上充值低机即可 这样超值的电话卡只需要12块5码币 即日期订购一律免油 有兴趣的可以WhatsApps下方的链接 我发觉全部卖水的卖果汁的 这些都是很多人排队 现在的人还是比较注重健康的 卖奶茶的就没什么人排队了 这里呢就是可避免楼下的超市 小智妈妈今天来的是公共假期 公共假期的人潮都这样 可见平时的人潮有多少 人不是很多 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商场 当然也不能不接地气啦 没看到也是一样有油条的 这个呢 以前小智妈妈上班的时候在KLCC经常吃的 可是KLCC那个口号听说已经关掉了 这样就好了 这个是铁板胡椒饭 哇好了 开始吃啦 哇 好怀念这个味道啊 看一下 堂食的人不是很多 因为人不是很多 所以堂食我们周围一圈都是没有人的 哇 这个胡椒牛肉饭 多久没试咯 自从没有上班就没有吃过了 森威本来有这家店已经倒闭了 KLCC的那个福寇也永久关闭了 以后应该只有破碧店才能吃到 这个超好吃的 每个商场的规律都是越往上人越少 越下面就能看到越多人 这里呢 是卖名牌的 Prada Gucci Fendi 下面一层呢 也是卖名牌的 现在已经关掉了 八点就关了 既然疫情打击很大了 可是这些奢侈品该卖还是卖 不影响那百分之二十的有钱人 一样生意很好 一样生意很好 这个是迷你 然后卡帝 现在是晚上的酒店 商场呢 基本上都已经关掉了 可以看到普通军场这边人还是很多的 车也多 还是一样的主车